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呢 是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啊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呢 驻华的代表高丽先生呢 就开始甩锅啊 那么说呢 我们有数度的呢 要求这个中国呢 来开放 并且让我们参与到调查这个世界卫生当中 但是呢 中国呢一直啊 不答应一直呢 回避他们的这个问题 这个说法呢 一出呢 也让很多人看到呢 哎 现在世卫呢 不再保中国了啊 那么虽然中国呢 出了很多钱 但是也没有啊 很多人呢 依旧不愿意啊 把钱呢 给啊 不愿意呢 和中国再走定 因为中国毕竟虽然是一个大国 但是与美国 还有西方整个全世界人类来讲的话 他毕竟只是一小部分 所以呢 看来这个国际组织最后啊 也不得不呢 跑去中国啊 开始说越来越多的话 接着昨天呢 高丽的发表的这个讲话之后呢 今天谭德赛呢 也出来了 哎 有所说话 有所讲话 根据这个BBC的一篇报道说呢 世界卫生组织啊 对其啊 应对疫情不利的批评呢 现在做出了一个回应啊 啊 他们就说呢 趁该组织呢 在病毒爆发初期呢 并没有浪费时间 很多人都说呢 你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啊 宝贵的时间呢 都被浪费在保护中国方面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谭德赛呢 就说该组织在1月30日呢 宣布啊 该病毒呢 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呢 已经给了世界各地呢 足够的反应的时间 他说呢 当时是什么呢 说当时中国只报告了 82例病例啊 没有死亡人数 如今呢 全球记录的病例呢 已经超过了320万 死亡了23.4万人 那么美国总统 就表示呢 世卫组织对于病毒的回应呢 确实搞砸了啊 并指责呢 该组织呢偏向中国 偏袒中国 我们也知道 美国是世界卫生组织 最大的一个资源国 资助国啊 川普呢 也已经表示呢 将会停止 向世界卫生组织呢 提供资金 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呢 谭德赛针对啊 组织啊 受到的指责呢 做出了比较强硬的一个辩护 他说呢 社会组织在宣布这个 病毒构成国际关注的 这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呢 有效利用了那段时间 包括访问中国 以更多的了解啊 病毒的起源 但是呢 中国只报告了 他都是了82D病例 而且没有死亡等等 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呢 就1月31日 1月30日之前呢 我们观众们仔细看一下呢 就会有一个非常滑稽的事情 也是明镜最早报道 就是说 这个病毒呢 有一个名字叫爱国病毒 为什么叫爱国病毒呢 因为他只传给外国人 他不传给中国人 为什么呢 我当时我们就讲的说 很奇怪 这个地方武汉有 北京没有 上海没有 广州没有 深圳没有 杭州没有 周围的城市都没有 但是很奇怪 哪里有了呢 台湾有了 韩国有了 日本有了 香港有了 意大利有了 还有其他很多地方都有了 就是中国其他地方没有 所以我们称他为了爱国者 因为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怎么可能在 只有那里有 其他地方没有呢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但是我相信一个国际卫生组织 他应该有这种判断能力 不管对方提供的数字是多少 但是你都要有你自己的一个基本判断 而不应该说呢 中国说了82例 你就相信82例 那么你的这个专业和职 专业这个能力在哪里 你的专业素养和专业知识在哪里 你作为这样的一个公共组织的观察者在哪里 你作为这样的一个应急紧急事件的公布者 和全球卫生系统的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你的责任和原则在哪里 这都是该问一问这位谭书记的 这位谭书记可以说呢 是在整个事件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可确确实实是有点太过分 那么他未来的这个情况呢 我相信没有哪个国家或者是可以去容许他呢 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他真的是耽误了 尽管似乎看起来他的有理 因为中国给我的 但是你是干人的 你是一个专业机构 你不是一个只听参谋的一个组织 你要知道你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境外的都比境内的多了 你这合适吗 你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那么所以呢 这件事情的本身呢 是谭德赛是难辞其咎啊 这个组织呢 也是难辞其咎的一件事情 但是不管他们现在怎样讲啊 还现在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大甩锅行动啊 大甩锅呢 是开始了 甩锅给谁呢 看着分向的是不利中国了 所有的呢 全倒向中国 而实际上呢 他本人的这个责任呢 也是很严重的 就像一个警察一样啊 你有小偷撒谎了 你不能就全你小偷咋说就咋说呗 他骗你了 你也就信了 这个问题 你不是说他是这样说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话题 简单的一个讨论 谭德塞也证实说呢 在宣布这个病毒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三个月后呢 该定性呢 依旧存在 说呢 现在呢 在该生命是在非常事件下做出的 需要全球呢 做出一个回应 谭德塞还说呢 世界卫生组织严重担忧病毒 在卫生系统较弱的国家呢 加速传播时呢 可能造成了一个影响 官员还称呢 他们已经看到这些国家的情况 令人加剧了担忧 包括像海地啊 索马里啊 和苏丹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家 这的确是 这些地方只要是一提起来的人 就非常非常担心 世界卫生组织 还东处各国呢 放宽隔离措施的范围 并谨慎行事啊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呢 如果封锁措施放松呢 要加强监测 潜在的新一龙的爆发的可能性 当被问起 与美国的关系呢 谭德塞称呢 联合国机构 要与美国呢 不断保持联系啊 实际上现在美国呢 可以说相信美国人 提起谭德塞这个名啊 就和我个人一样 就头脑发疼啊 就拥啊 这是国际上 现在中国所牵扯 这些国际组织的 实际上大问题 中国在过去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 有个孟宏伟啊 他被抓了啊 他呢 就是这个国际组织的 国际刑警组织的 这个主席 那么他担任国际刑警组织的 主席之后呢 可以说呢 在海外呢 抓捕了大量的中国公民啊 那么也是在他的任上呢 你比如说什么人呢 你比如说 在全球各地呢 去发这个红通力 百人红通等等 这些呢 都是在他的任上呢 进行抓捕的 还有呢 他还协调了 对于一些少数民族 在境外的人士的这个抓捕 比如说我们知道了 2017年呢 在埃及开罗的这个 维吾尔人的学生呢 在那里被整体的抓捕 并没有违反当地的任何法律 而被抓捕之后呢 被强行送回中国 目前呢 是没有人是 无英雄的这种事情 很多人都称呢 说可能这些人呢 都已经被 这个重刑 或者是已经离世 那么这些事情 都是在问宏伟时期所做 这也被称之为呢 是开创了这个 人类历史上的一个 非常肮脏的事情 再一次的国际刑警组织 融为了纳粹的工具 因为国际刑警组织 在纳粹时期呢 就帮助过德国呢 在全世界呢 对反游啊 反闪啊 还有反对这个 基特勒的这个 德国民众来讲 都进行过这种迫害 所以呢 再一次的返回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中国的 因为它的这个意识形态 与世界传统 包括于现在的这个 国际上的这个 基本的正义 是背道而驰的 基本的这种价值观 是背道而驰的 那么因此呢 它每深入一个组织 或者对一个组织 有够多的影响呢 就会导致这些组织 能出现 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那么美国呢 现在呢 还有一些报道就指撑啊 说美国呢 除了啊 要不给这个 组织给这个资金之外呢 还会采取一些 其他的措施 当然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 美国政府 特别是川普总统呢 有没有其他 最新的一些措施呢 我们也没有看到啊 不过川普总统呢 是不饶人啊 绝不饶过你啊 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特点啊 川普总统呢 这样的一个性情中人呢 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啊 非常非常有趣啊 性格非常的独立啊 也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接着呢 我们还要今天说一说今天的重头戏啊 那么就是石正丽 网上呢 这两个流传呢 说蝙蝠女郎 石正丽呢 是跑了 跑到哪儿去了呢 说他呢 拿着护照呢 潜逃到了法国啊 到了法国以后呢 申请了 在美国驻法国大使馆 求求政治并护 因为他要把这个信息呢 要告诉美国 那么据这个一些媒体的报道说呢 说被质疑啊 外泄病毒啊 武汉病毒所的专家石正丽呢 哎 叛逃了 但他否认了 哎 今天他否认了 啊 那么石正丽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是1964年生啊 现任武汉病毒研究所 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的主任啊 是中国科学院高致病性高原生物学 与生物安全重点实验室的主任 他长期研究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啊 那么呢 2017年发现 蝙蝠中的这个严重呼吸道的这个 症的头穷啊 SARS的相关病毒 并称之为被团 把他称之为的叫蝙蝠女郎 这个中央社引述中共对外官媒环境网的消息说 石正丽今天透过微信朋友圈发文 否认所谓的叛逃谣言啊 经相关管道确认呢 该文确为他本人所发 该发文称呢 说亲爱的朋友 我和家人一切都安好 不管有多空呢 都不会出现叛逃原言中所说的情况 我没有做错什么 我们心中有对科学坚定的信念 一定会有荣开日出的那一天 环球时报消息说呢 说此前啊 因多年来致力于蝙蝠携带病毒的研究呢 石正丽这些团队呢 一直被阴谋怒所控扰 近日呢 在海外呢 甚至有人散布消息声呢 说石正丽啊 但是全家人和近千分的秘密答案呢 出逃过终 已经在法国呢 向美国大使馆呢 申请了庇护 这个谣言的本事是这样说的 那么石正丽起今呢 被一些外国媒体质疑啊 涉嫌外泄了2019的病毒啊 并非呢 全然是空穴来风啊 因为石正丽呢 自己也向媒体短晨 曾怀疑呢 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啊 是否有过外泄的情况 但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正常啊 据美国科学人的杂志报道说呢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啊 石正丽啊 二月接受该杂志专访时 曾经提到 去年12月30日 当他在上海得知消息后呢 立刻从卫生中离开 大正火车地返回武汉 他说我曾经怀疑啊 武汉市卫生局是否搞错了 我从未想到这种事情 会在中国中部的武汉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报道称呢 石正丽过去长达16年的研究显示啊 广东广西和永南等 中国南部省 从在这个冠状病毒 从动物传染到人类的风险 是最大的 他当时说呢 扪心自问啊 如果冠状病毒是这次疫情的 最够货种 他们可能来自我们的实验室吗 这是他自己的疑问 据报道呢 石正丽团队之后啊 从7名病患中取样 其中5人的样本 有冠状病毒序列 他们透过反复的 重复的测试呢 并将样本发送到了 另一家机构啊 对整个病毒基因呢 就进行了测试 同时呢 石正丽也拼命检视 过去几年 自己实验室的一些记录 检查实验材料 是否有错误不当 尤其是在处置过人当中 报道含称呢 得知测试结果后呢 石正丽松了一口气说 没有一个序列 与他的团队 从蝙蝠洞采出的 这个病毒序列是相符的 他说 这让我如实重负啊 我已经好几天 没有合眼睡觉了啊 那么其实这个里边 透露出来一个科学话题 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个 韩兵医生呢 给我们来说一说 韩兵医生您好 请您举起您的小手在吗 在的 韩兵医生可以自己 打开自己的话筒 韩医生在吗 韩兵医生好 我就有一个问题 要问一下您啊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 他这说了一个话 就是基因序列里边 他测完之后 没有一个跟他们的 这个基因序列是相同的 他大出了一口气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它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冠状病毒的话 因为它是个单链的RNA病毒 它是变异的非常快 所以在这个 就是南方 他们去采集这个病毒的 这个地方 你们知道那个蝙蝠 都是一个打三弄里面 成千上万只蝙蝠在那里面 所以这个病毒 就在他们之间互相传播 那么这种传播的以后呢 其实是美 每一个蝙蝠身上都带有 很多种不同的冠状病毒 那么他们我估计 它是采了很多样 因为它其实从一个蝙蝠上 就能采到很多不同的 这个病毒毒株 那么他们每一个病毒毒株 他们会单独分立出来 就是进行培养 然后进行存化 那么就是说 我们其实到现在 我们就是看这个 这次的引发肺炎 这个COVID-19的话呢 已经有好多的变异了 就是这样几个月之内 我们上次我那个图 好像给大家看过 那个已经三四十种 不同的那个基因组 那么它这里 因为是在蝙蝠身上 千百万年进化下来 对它的这个变异的幅度更大 所以他们呢 我估计他们是采了 相当多的这个蝙蝠病毒 然后呢 他们这些就是分类啊 归类 然后再进行不同的实验 看他们对各种动物的感染性 但他们肯定应该啊 照道理上肯定是不应该做人的 那么就其他动物身上的这种传染 我估计就是一直在做 那么它这个意思 我估计就是说 他们自己建了一个库 当然因为我没有看到资料 不能说百分之一百 但是一般的常规来说 他们自己应该是有一个库 那么就是他们每个采来的 不同的这个病毒 他们都做一些系列 然后呢 把他这个系列 放到他们的基因库里面 那么这次以后呢 他刚才说的话呢 应该就是说 他把这个病人身上 分离出来的毒株 也经经历序以后 跟他们自己的基因库里面的 这个序列进行比对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应该是没有一条 跟他是一样的 所以他就说松了一口气 当然这是他说 我只是解释他的话 并不是给他背书 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这个我没有办法判断 那说他这个表达这个疑问 但是从我个人来讲呢 我是其实有 有一点疑问啊 就是说他因为这个是 接受这个普通的 这个媒体采访 不是一个专业媒体的采访 所以他呢 讲的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清楚 那么 他说是没有一个相同 那么是 有没有相似的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就是这次COVID-19 他和那个蝙蝠身上的 有些他达到96%的相似度 那么这个其实应该说 不能算特别高 但是也不低了 那么他的这个说 所谓没有相同的 那么有没有高度重合的 有没有大概97% 98% 99%相似的 这个因为他这个里面 完全没有讲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那如果是有这种高度相似的 甚至达到95% 90% 99% 那其实你还是不能够排除 说是不是从他这里面 露出去的 因为他出来以后 我们知道就是在短短的 一段时间之内 这个东西已经变异了很多 那你如果是就有高度相似 他可能露出去以后 他在人体当中 大规模传播以后 他已经变异了 就是这次结合到上次 我们解读过的那个 伦敦那个 不是什么的 就是剑桥大学 发的一篇文章来看 他们也说 就是说这个病毒的 应该是在爆发之前 应该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 当然这个东西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 就是说非常实锤的这个证据 但是呢 就是说从这个基因图谱上来看 我不能够排除说 现在的这个 跟你的那个没有相似的 但是你是不是说 我们爆发的 怎么讲组织 就是说我爆发开始 到你泄露 就是说假设这个泄露 如果有长达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个中间 是不是有产生了一些大的突变 所以说你爆发时候 采来的病毒样品 跟你的病毒库呢 就是没有完全相同的 但是呢 其实也不能够说 完全排除掉 不是从实验室里露出去 你实验室里露出去 如果它是说 比如说是在9月份 或者6月份 7月份就已经露出去了 那么这个病毒的话 在人群当中 或者是在某一些 就是武汉本地的动物当中 他们在传播的时候 就产生了变异 然后最后呢 变异出来了 这个在武汉爆发的这个亚型 那么这个时候 它当然跟它原来病毒库的病毒 是不会完全重合 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种解释 我只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讲 现在这种都只是说 因为就像世卫说的 中国政府拒绝 这个调查组进去调查 所以我们现在 所有能做的只是猜测 所以我这里有一个问题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我想很多人都想问 那么如果现在从美国的 或者是西方的任何一个人的 患病的患者身上 提取这个 它的这个毒 就是病毒的DNA的话 那么能不能追索到 这个武汉病毒所的 有修改的痕迹的这种可能性 能不能找得到这种 这个就是修改的 我是我个人不认为 他们做了任何的修改 就是说它病毒到目前为止 从中国到美国到欧洲 这一圈的 它的这个突变全都是自然突变 这个是我现在 至少从我的得到的讯息来看 应该是这样 但是就是说 我们还是一样的 就是说画它的那个家族图谱 就是基因变异的那个家族图谱 那么 就是上次就是伦敦 我还是拿那个来准 它是用的什么 它是用一个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相似度达到96%的 那个蝙蝠的冠状病毒的图谱 以它作为这个根 就rote 然后这个根呢 跟这个我们在人身上发现了 COVID-19的所有的突变的基因 来做了上次我们 就是节目当中讲过的那一张图 那么如果我们能拿到 实际力他们这个团队的 这个病毒库的所有的图谱 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 就是说把它的这些 所有的基因东西 放到那个图里面去 看它是不是比这个 我们现在就上次讲的那张图里面的 那个蝙蝠的那个 更加接近这个 这个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因为我们上次就是那幅图 我忘了我有没有解释那么仔细 就是说我们看到它那个距离 它的距离就是它们剪辑之间的差异 它们剪辑差异越大 它就拉得越长 你还记得吗 那幅图就是像树一样的 那树枝的这个长度 就是它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差异度 那如果把那个实际力 它们这个病毒库的病毒 全部拿到这个软件 那么我们就能看出 这些病毒是不是比那个 我们现在用的那个蝙蝠病毒 更加接近于这个 这个人类的这个 传播的这个COVID-19 所以这个是实际上拿到以后 是可以做这种 就说是比对基因的比对的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 非常简单 只要能拿到这个空 也就很快就可以有结果 对吧 对对对 这个只要拿到伦敦 他们因为这个全是那个 服务器跑 就是计算机跑的 人不用干什么事 直接把它输进去 有USB往里一插 往里一输 跑两天了就跑出来了 很简单很简单 好 那就它不是一个科学上 很难做到的一件事 不能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 就是自我说的 就是说他们这个模型 就是工具是现成的 但是它这个工具 原来是拿来研究人的 就是古人类的这个演化的 那么它调整了参数以后 拿来用到病毒上面去 当然这个是不是合适 我现在也不做评论 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它这个工具已经调好了 已经在那里了 所以你只要把外面的东西 啪啪啪往里面一扔 它就自动就处理好了 不需要人在做任何事 所以上次如果我们觉得 那幅图是可信的话 你只要把东西扔进去 它们心惨能出来的话 它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是很快很快的事情 好 谢谢我们的寒冰医生 谢谢您 我看到我们还有观众在举手 那蓝先生您请 我想说一下关于病毒所泄露的 很多人认为病毒所泄露的观点 就是说你在推断一个案件 和追索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恰好发生这件事情的周围 有一个你不喜欢的嫌疑人 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 这个不喜欢嫌疑人是很有嫌疑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从数据上 和单从生物学角度上 来判断这种天然变异的病毒 它是从哪里来的 那天然变异病毒很大的概率 是自然中间宿主来的 因为实验室的中间宿主 或者是实验室的这种天然泄露 它的概率是比较小的 就单纯从管理概率 以及自然中间宿主和病毒 对人类的接触面上来讲 实验室里的病毒 除非你进行故意的 人为的进行打面积散播 你才有可能跟普通人群有接触面 才有感染的可能 否则的话是没有这个可能的 并且现在它这个病毒 又没有做出来这种说 比较武器化的这种有效的病毒 去在人群中散播 而你这种散播的话 那肯定是有迹可循的 你在破案的时候 很容易就找到这种事情了 到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现出来 就是说病毒所有有益散播 而无益散播的概率简直是一分之一 非常低的 所以说它病毒所不管是有益 无益泄露 有益泄露的话会有明显的这种人为证据 或者是说大规模病毒复入 和这个病毒本身的一些这种 就是说筛选成果 以及这些武器化的过程 这些过程是难以掩盖中介的 另外如果说你是自然无益泄露的话 那就是非常非常低的概率 因为实验动物以及实验毒株 各种保存方法和所有的东西 都隔绝了一些传染途径 所以说如果它是天然病毒的话 它非常非常大的概率是 通过自然的中间宿主 跟人接触进行大面积传染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对于这个病毒树 这个泄露的推断方向 认为可能性比较低的原因 虽然说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但是现在实验力发表这个东西 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至少他这种比对 如果说拿到专家那是验证的话 很快就能验证出来 确实他自己如是中后输口气 就是说明他自己真正认真地 做了这种比对 因为虽然说几率非常低 他不能他不排除这种可能的话 他也有这种责任 所以说这种责任也造成 他有很有压力 所以说大家都把这个实验力 作为一个什么阴谋论的棋子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 这种这种推断 就是说先入为主的认为 他在做某些事情 来去判断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应该是你从科学的角度 干预学的角度 和真正的生物学和作业的角度 来去判断这个局 另外一个刚才还明说的 从生物学角度说 这个病毒可以变异到 难以追溯的程度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病毒的变异是有限的 除非你把一个DNA变段 放到一个无限长的时间内 它可以变成人类 或者变成外星人 那这个事情 大家都不讲逻辑了 对吧 所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它病毒变异是有限的 那它出现的这种 比对的可能的相似率 和一些数据化的长度 就能证明这个病毒 在散播和传播过程中 是间隔了多少时间 如果你的建筑 间隔长度是几亿年的话 那这个病毒 不可能是从实验室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蝙蝠的冠状病毒 尽管有几千种 但是能有传播在人群的 这些种类 或者现在已经变异的种类 如果是有实验室 泄露出来一笔队 那立刻就会发现元凶 所以说科学这件事情 确确实实是讲数据 讲事实 讲一些确定的标识标准的 不是你一个外行人 单独同一种模糊的概念 或者是阅谋论的猜测 或者是认为这个人 以前都干坏事 你就可以认为 所有的落石耳朵 都是他推下去的 这种判断 这就是非常荒谬的 所以说除了挑战 有很多人除了用这种 比较荒谬的逻辑 去挑战病毒 人工说 还挑战病毒泄漏说 这些问题 都是去给人进行标签化定性 好像你不认为病毒是人工制造的 你不认为这个病毒是 实验所泄漏的 你就不是反共人士一样 这个真的没有必要做这种 道德上的联系 你必须从科学上的 理论上的和这种真正的这种逻辑 以及数学上真正靠得住的 这种科学推论来判断一件事情 千万不要情绪化判断的事情 现在很多人都在进行这种 情绪化的换户 甚至希望中共发现下无数的错误 来造成这些问题 我就说这 好的 谢谢纳兰先生 纳兰先生是从这个角度来 给观众朋友进行了一个 韩平先生要举手 韩平先生您请 您请自己打开 好 刚才我就回应一下 刚才纳兰的一些观点 但是首先他其实也没仔细听 我们在讲什么东西 或者说他完全没有听懂 我们刚才讲的 其实已经说了 就是要把这个病毒拿去进行 就是他的病毒库 拿去进行比对 那么这个实际上跟他说的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能看出 他的到底变异的距离 到底有多远 那么如果你是很远的 那么就肯定跟这次 没什么太大关系 如果你比这次 就是上次他那 天桥大学的他用的那个蝙蝠病毒 比跟这次的更加的近 而且非常近的话 那你虽然不是100%的相似 但是也可以说 你的这个跟他的亲缘关系 是非常强烈的 那就说就像他说的 几个月之间 是不是这些变突变 是不是在几个月之内 就能发生 这样其实对我们这个溯源 是很有帮助的 而现在的就是我刚才说 纳兰他的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是 现在是中国不让调查组进去调查 这个就是我现在我们在讨论 这个问题的关键 这些东西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要拿出来做验证 但是现在这些信息完全没有 既不让我们调查 也不给我们这些 所有的病毒的信息 所以不是说我们想要去 给他阴谋论了什么 而是你不让我们去 排除掉这些阴谋论 这个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刚才纳兰 他整个的这个因果关系 他有点倒过来了 这个好像说的是 我们现在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这个都病毒的溯源 我们一定要做出所有的可能性 那么我上次也讲过 这个溯源的方法 就实际上跟破案一样的 你摆出所有的可能性以后 一个一个的去正否它 那么这个不可能的 我们把它排除掉 那怎么样正否呢 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 来进行研究 那你现在你所有的证据都不给我们 你们让我们没有办法证实 也没有办法正否 所以我们所有的推论 就是说只能放在那里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放在那里 而不是说 就只是凭你一段就说 它是不可能的 就把它扔掉 像上次那个纳兰 也说了一个 比较荒唐的一个点 说是什么概率学啊 什么东西 实际上那个他可能根本就没学过 这个概率的一个问题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统计学当中的 一个常用的一个概念 那么所谓的小概率实践 那只是从一个宏观上来看的 他说的什么一番之一啊 或者几分 这个像我们 我就举个例子 我们那个医学上的罕见病 我们常有百万分之零点几的这种疾病 都是存在的 但是你说啊 这个病才只有百万分之零点几 那就可以当它不存在 但是确实是有这个病人 对这个得了这个病的病人来说 对它来说就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这个概率论 这个东西的话 不是说你拿来对某一个特定的事件 来对它进行判断 它是可能或者不可能 它如果发生了 它就是百分之一百的可能 我们只说红上来 这个东西 它发生的可能性的话 你不能用这个来作为判断 它是或者否的一个证据 所以这是完全不成立的 在逻辑上是完全不通的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你不能说它的这个P4实验室 它们应该有很强 很好的保护 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前一段的新闻当中 也反复讲到了 就是说很多的点的信息 都是说这个武汉病毒所 它们的这个P4实验室的管理 是很混乱的 所以我上次也说过 这个P4的话 它严格到什么 其实最近它放出来的一些照片 你们也可以看到 所有的人都包得像那个宇航员一样 它们甚至呼吸的空气 都是通过这个管道输送 而不是在这个实验室 它是完全跟这个实验室 环境已经隔绝的 就是说你的防护服 你的吸的空气 所有的全部隔绝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我这套衣服 你穿上去脱下来 那个都是要割把小时的事情 非常非常麻烦 而且进入全都要洗澡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复杂 你如果在管理上 有一点没有做到位的话 它就很容易一起泄露 所以前一段的这个 因为我其实P4 我自己是没进去过 但是我这个还是比较熟 我平时做病毒做的比较多 但是我们做最多就是P3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中间 可能纳兰自己也没做过 这个病毒的东西 所以它对这个中间的操作的复杂度 它可能不吃清楚 所以你这个规程当中 你只要有一点 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他没有做100% 做到他应该做的东西 就会大大的增加 这个病毒泄露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现在这个管理的 就是这个资料 也没有放出来 也不让人进去调查 那是不是你的管理的混乱 现在我们得到消息 它就是管理的混乱 但是你具体的资料 它也没有拿出来 所以根本就 我们就无从判断起 所以所有的这些可能性 都是现实放在那里的 你不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我们就不去调查 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一种推论 所以现在的就是 就像世卫 这次倒确实讲了个字 公共化 必须开放 让专家进去调查 把所有的疑点都要搞清楚 你不管是证明也好 证否也好 必须要给我们清晰的证据 而不是说现在 不让任何人进去调查 那么所有的疑点 都还是就是原样放在那里 那么你 也只能被人家质疑 是不是从你这里泄露出来的 所以现在中国方面 其实对他们自己最好的做法 就是开放 然后让外国的专家 进行实地的调查 这个我觉得才是最明智的一种做法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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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纳兰先生要回应 纳兰先生请回应 我当然支持调查 也支持就是说 有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可能 但是不能因为这种小概率事件 就随便给人扣帽子 知道吧 就是说这个事情 是可能这么发生的 但是你除了这个调查之外 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调查 就是寻找自然中间宿主调查 也是不要进行的 你把所有的概率经历 都用在这个实验室上 我倒觉得这个有利于中国的 这种信息开放 有利于社会的这种进步 这都是好事 但是呢 你不要忽略了一个更大的可能 就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说 我拿着这个小概率事件 去为这个武汉所辩护 并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说 在这个推断上 这是可以推断 你可以认为这么去推断的 并没有完全排除 你不可能用这种 这种概率理论 去完全排除一件事情 可能吧 所以说武汉所 进行信息公开透明 进行这种公开的 这种接受调查 并且他接受调查的时候 当然可能会泄露 一些其他的问题 或者其他连带问题 产生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 中国禁止调查的原因 它是出于多方面考虑 并不单单是从一个角度 它可能是从各方面 要准备好才允许你调查 但是这个行为本身 确实很容易引起质疑 这个事情也确实 是这种体制的一个 缺陷所在 它什么事情都用盖子盖住 那它任何事情 都不让你调查 那这在中国 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 也是它这个体制 非常自然而然 要做的一件事情 不管它有没有问题 它都不允许你调查 也不允许你进行调查 和公开透明的辩论 也不给你这个平台 也不给你这个机会 这涉及到它的管理原则问题 并不涉及到这件事情 就是怎么样做的问题 所以说有些问题 我并不是出于一个 去为武汉所辩护的角度 而是单纯从一个我们 怎么样考虑问题的一个角度 所以说并且很多科学概念的东西 说实话 我并不是说你 很多问题并不是像你说那么绝对 因为它要有一个相对的概念 和绝对的概念 那不要把一些绝对概念 就单纯套到里面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沟通上的误解 好的 谢谢 谢谢二位的点评 二位呢 这个点评之后呢 观众朋友们一定会从中呢 获取自己的一个认知 那么这就是我们明镜的一个 做新闻的一个原则 不同的角度 多角度 去说一件事情 哪怕有正路